徐家清竹,金策为正义品贵妃,为三妃之首,受金策金印,亲此,我吃了一惊,但还是收敛了神色,接了旨意,我娘亲眼睛珠子都要瞪出来,从我手中接过圣旨,一字一句,又细细读了一遍,杂巴杂巴嘴,还回不过位,一入宫就当贵妃,这真是,前所未有啊,皇帝的白月光回来了,他却说,非我不嫁,皇帝气得要亲自动手淹了我,却发现我是个女人,近来与他在朝堂上斗智斗勇的徐尚书,是个女人, 皇帝拿着刀,颤抖地把我的裤子提起来,此刻,他的世界观一定发生了毁天灭地的崩塌,其实,徐尚书确实是男的,他是我的同胞哥哥,徐青山,我徐青竹,与他向了八九分,比他矮了半头,少家修士,便可以以假乱真,哥哥去剿匪,被飞虎山的女土匪绑走了,我们觉得是奇耻大辱,率兵营救他,却发现他乐不思蜀,乐在其中,甚至要和女土匪退隐山林,做一对神仙眷侣,百劝无用,别无他法,父亲只得让我 暂提兄长继续当这个尚书,对外宣称,徐家女儿得了重疾,去庄子里休养,兄长太过耿直,而我从小就圆滑,顶了哥哥的身份后,我如鱼得水,观韵亨通,更何况我相貌俊美,又能言善辩,妙语连珠,惹得无数世家大族的女儿家方心暗许,皇帝的白月光,左将军的独女,左运年就是其中之一,他自小军英长大,见惯了威武雄壮的男子汉,突然见到了我文弱俊秀的我,蛇战群如, 外形与气势的反差,让他对我一见钟情,再见清心,不远万里从军营跑回来,求皇帝赐婚,我听闻皇帝苦练左姑娘十年,想必她知晓此事,定会怒从心来,现在,她的怒气被一盆冷水浇了彻底,转而涌现出浓烈的哀愁,她的男性魅力,竟然都比不过一个女人,殿下,其实左姑娘只是一时兴起,说不定是在试探你心里是否有她, 我一边系腰带,一边安慰她,突然一股暖流肆意而下,糟了,月时来了,今天进宫太急,忘了日子,我突然的沉默也让皇帝疑惑,她别过头,看到了面色古怪的我,和我裤子上渗出的血迹,她面上涌现出焦急与愧疚,青山兄,莫非是我的刀剑伤了你,此时怪我,快让我看看伤到哪里了,她以为是刚才不注意伤了我,伸手就要查看我的伤势,我急忙拒绝,心里暗暗吐槽,皇帝是不是脑子缺根筋,双方僵持之际,左姑娘 不让破门而入,她听闻皇帝要淹了我,怒气冲冲,但在看到地上的剑,以及我裤裆的血迹时,一张动意盎然的小脸,煞时变得惨白,青山哥哥,你,莫非,她惨白的小脸露出难以置信的惊恐,我和皇帝连忙摆手,不不不,没有没有,左姑娘已经痛哭出声,毫不凄凉,她戳戳叶叶,无情地控诉不公的命运,难道,我还没入门,就要守活寡,皇帝上窜下跳,试图和她解释,但又不能告诉她实情,再让她哭下去, 只怕明天整个皇城人都知道徐尚书不能人道了,对不起,哥,虽然我很想解释,但我就是要犯这个贱,左姑娘离开了,毫不拖泥带水,她说要为我去寻找重振雄风之术,这是过后,围绕在我身边的阴燕燕就少了很多,但是皇帝最近很不正常,以前他总和我在朝堂之上激情互喷,满朝大臣支支吾吾不敢言语,最近上朝对我和颜月色,我一说话,他就含羞待怯,点头应允,爱情所言即逝,大臣面面相去, 妾妾私语,更离谱的是,他还给我赏赐可成堆的珠宝不疲,我作为一个未成婚家中无女眷的尚书郎,他给我这些东西干嘛用,城中风言风语又起,说尚书郎这么久不成婚,皇帝登基后又没选秀,保不准有什么君臣之外的情谊,哥哥写信给我痛斥我败坏他名声,末了,邀请我去天虎山看他扫扫,春节前大家一起团圆团圆,还告诉我,他很快就回来,不需要我再顶替他,也是,爹娘还是不同意这个土匪扫扫进门, 于是元旦前几天,我向皇帝告假,去了一趟飞虎山,茂密的山林之间,火光摇曳,遥远的就看见乌泱泱的人影,为首的一对碧人是哥哥和嫂嫂,嫂嫂不似寻常规格女子,看起来挺拔健壮,一比较,我胸长像小白脸似的 嫂嫂一看到我就往我手里塞了汤婆子,拖下壶球,把我裹了个严严实实,她神情冷漠又严肃,看起来不尽人情,心思却是异常细腻,我一抬头,发现火把的光,一直绵延到半山腰,像一条逆流而上的光河 你嫂嫂,怕你害怕夜色,特地让人布置的,喜欢吗,哥哥满脸得意,向我邀功,那你呢,给我准备什么新年礼物了,我忍不住调侃哥哥,他却一把搂住嫂嫂,当着我面,毫不害臊的亲了一口 我在这里是吃软饭的,都听娘子的,你不知道吗,得了,更像小白脸了,嫂嫂给我准备了一间最大的屋子 一进门,我要被闪瞎了眼,家具摆设是上好的红木,摆放的茶杯和碗是纯金的,梳妆台上堆着几大盒首饰,珍珠玛瑙,宝石黄金 地上铺的是鼠锦叠织的软毯,上面秀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小猫小狗,肯定是哥哥说的,我最爱这些毛茸茸的小玩意儿 我悄悄瞥了眼嫂嫂,发现她也在偷看我,好看的眉眼间透露着些许紧张,薄纯微敏,我心中了然 谢谢嫂嫂,我太喜欢了,我欢喜爹拉住她的手,一股脑钻到她怀里,她似乎不善言语 但红霞浮上了脸,嘴角抑制不住地上扬,犹犹豫豫地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脑袋 原来嫂嫂是个外强中干的女土匪,内心温柔得不得了,难怪哥哥也被俘获 爹娘,应该也会喜欢吧,夜里寨里放烟火 大家聚在一个硕大的火堆旁边,在歌载舞 我坐在一边快乐地烤肉吃,看着哥哥跳舞跳得东倒西歪,笑得前伏后仰 这时,一个穿着奇怪,服饰的少年走到我面前 这,衣服袖子肥大,色彩艳丽,绣满了花鸟一瘦,好像在哪里见到过 他笑眼弯弯,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想邀请我跳舞,我刚想答应 只见周围的人突然停止了喧闹,嫂嫂也向我走来 面色不渝,哥哥也盯着我这里,神色不明,怎么把这衣服穿出来了 快回去,少年显然是被吓到了,呆愣在原地,被身旁的亲友拖走 清竹,让你见笑了,嫂嫂看到我,突然又温和起来 不住安抚我,另一衣服是祭祖的,小孩穿坏了祖宗规矩 他向我解释,原来是这样,每个家族都是有个字的规矩 无伤大雅,聚会经历了这么一出,热闹减退,随即就草草结束 但我看见飞虎山冒着热气的温泉,还是忍不住飞奔而去 嫂嫂让醉酒的哥哥先休息,收拾了东西就来给我把风 嫂嫂给我洗头发,修长的手指轻柔在我头上按着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 他说他曾有个像我这样可爱的妹妹,爱上不该爱的人 送了命,我忙安慰他,我可以当他的妹妹 我绝对不会爱上不该爱的人离开他和哥哥 他看着我认真的脸庞,突然就笑了 他说,感谢上仓,给了他新的家人 我离开那日,嫂嫂又亲自送我,给我打包了一堆好东西 我来时的马车塞得鼓鼓囊囊,轻竹,万事顺遂 他往我怀里塞了一封大红包 嫂嫂,我回朝多努力努力,给哥哥添聘礼,风光娶你 好,他依偎在哥哥怀里,好不幸福 我回朝一月后,发生了三件大事,哥哥回朝了 我不用再假扮徐尚书,做回了徐小姐 左玉年入了宫,看来皇帝心想事成,得偿所愿 最后一个,前朝公主安平遥,及其他余孽落网 将于三日后问斩,我疑惑嫂嫂怎么没有一同回来 就给嫂嫂写了信,一封未回 心中顿时有些,隐隐有些不安的猜想 直到我在审判前朝余孽的刑场上,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我才知道,嫂嫂姓安,明平遥,与他恩爱有加的兄长 成了宣判他死刑的判官 他此刻如一潭死水,毫无波澜,瘦削的脸颊满是憔悴 我还记得他欣喜地说过,感谢上仓,给了他新的家人 我在人群中与他遥遥相望 他眼中才有了些神采,嘴唇一张一合,我辨别着 他说,温泉,时辰已到,问斩,一块令牌被扔下 我的兄长副手而立,面上波澜不惊 冷眼看着刀起刀落 我试图从他眼神中找出些别的情感 他倒是真的像一座窥然不动的青山 扫扫看着他,眼中波涛汹涌 他没有哭,反而有一种果然如此的释然 那些人头被挂在了城墙之上,忍受日晒风吹 我后来才知道,那只少年奇怪的 服饰,才不是什么祭祖之 一,而是前朝王室庆典会穿的衣服 定然是这件衣服,让潜伏多年的兄长 发现了端倪,嫂嫂,是不是也爱上了 不该爱的人,兄长病了 毫无缘由,那日上朝前,突然吐了一口鲜血 我看到了兄长摊开的包裹里 有一盒已经发霉的饺子,是嫂子送兄长回朝时装上的 他今日才看见,他曾经在心里夸过 嫂嫂的饺子天下无敌 他心里微然的山,在看到这一盘小巧的饺子时 突然坍塌了,往日里相处的点滴 细细蜜蜜缠绕成一张网 死死勒住他的心,让他走不出来 我偷偷去了飞虎山 来到嫂嫂说的温泉,温泉里冒出细小的气泡 我就盯着看,终于 少年憋不住了,冲出水面 大口喘气,原来那日 他躲在温泉里,幸免于难 他这憋气,也确实憋得久 是那日邀请我跳舞的少年 他防备地看着我,眼里满是仇恨 走吧,把你族人的尸身埋了吧 我没再看他,转身离去 他一步一去地跟着我 浑身冒着生腾的热气 头发湿漉漉黏在肩头,牙冻地打颤 我顿了顿,解下我的披风 扔在地上,随他用不用 城墙上的头终于被取下了 丢到了城东的乱葬岗 我和少年鬼鬼祟祟把残破的尸身偷了出来 我们从白天挖到黑夜,才挖出一个大坑 他跪在这个硕大的坟前 重重地磕了三个头 收留我,他拉住我 狠狠擦干净自己的脸 我这才真正看清楚 小小少年的面容俊美得不像话 白皙的皮肤激进透明 一双眼睛分外有神采 我不爱给自己找麻烦 但看到他与嫂嫂相似的眉眼 还是模棱两可地答应了 保他,衣食无忧 以后娶妻生子 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 他是嫂嫂同父一母的弟弟 安牧阳,才十五岁 比我小了两岁 看着他蜷缩在马车里 可怜兮兮的模样 我不有想到一颗包了壳 在手掌上颤颤巍巍的荔枝 我把他安排在外面的宅子 配了几个哑巴奴隶 思考如何掩盖他的身份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我知道这个道理 只要我动动手 就可以杀了他 思来想去 我决定放养他 我不能和他有什么深入的联系 于是我把宅子留给了他 又留下一笔钱财 其他的 看他自己的造化吧 我是偷着走的 却发现他不知何时爬到树上 眼巴巴看着我 谢谢 他说 经落下了几片叶 掉在我肩头 我以为左姑娘会是皇后 毕竟皇帝爱慕他十年 皇帝却封了他为会费 左姑娘做事爱憎分明 全凭喜好 怎么都和会沾不上扁 天气炸暖海寒 柳枝冒出嫩芽之时 莫病的兄长又突然康复了 娘亲很开心 接了送向国家里的帖子 让我和兄长去永媒会散散心 说是永媒会 不如说是大型相亲活动 哥哥念念的 面上还是没有什么血色 但看我兴致勃勃 还是和我一同前往 嫂嫂死后 我们交流极少 每当看见哥哥 我都会想到 嫂嫂给我点起的半山灯火 那日红梅艳丽 像火苗般绽放在枝头 也绽放在兄长的毛子里 他死死盯着一处 迫切地拉住我 清主 你看 他像不像 像 谁像 像谁 我转头看去 豁然开朗 红梅深处 众人簇拥着一个 身着鹅黄色衣 衫的少女 巧笑倩熙 那眉眼 像极了嫂嫂 但更灵动俏皮 宋相国的女儿 宋婉梅 自然 无忧无虑的相国千金 面上怎会有 前朝公主心中的愁苦 此次赏梅会后 兄长一改往日消腿 仿佛以往的病痛 是一场梦 她和宋小姐的关系 也密切了起来 她极尽温柔 带着宋小姐放风筝 还为她 列了一只稀少的小白虎 不知道她本就这么温柔 还是把对嫂嫂的情感 一股脑给了宋小姐 宋小姐没被兄长扑面而来的爱 搞得晕头转向 撞得情窦初开 终于 在某一日 她牵着宋小姐的手 眼中的温柔浓烈的要滴出来 郑重地和我说 清竹 这是你嫂嫂 我心中突然就瑟瑟的 看着宋小姐明媚闪亮的眸子 我想到了那张不苟言笑的面容 兄长上门提了亲 下了聘礼 宋小姐即将成为我兄长明媚正娶的妻子 父亲母亲对新嫂嫂满意极了 也许他们从来不觉得安平瑶是我的嫂嫂 兄长的婚事定了 下一个就轮到我了 我和母亲商定 找个品性好的 人好相遇的 平平淡淡就好 今年的炭花郎一表人才 为人刚正 是个当夫婿的合适人选 父亲不是很满意 因为炭花郎家境普通 与家族无异 母亲听了 直骂父亲冷血 父亲哄了好一会才哄好 我觉得麻烦 不如不出嫁 在家里快活一辈子 我决定带着丫鬟秀珠出门觅食 自从当回徐小姐 出行就没做徐尚书十字如 真不明白 为什么女子出行要如此麻烦 最先隔的点心 却说好吃极了 是少有的风味 我早就想去试一试 不成想 招牌的翠鱼糯米糕 只剩下最后一笼 我刚准备付钱 一只白皙的小手 先我一步掏出银两 急急地丢在桌上 我要了 一抬头 我不吃笑了 是宋小姐 穿着不合身的男装 贴着歪歪扭扭的胡子 她身旁的丫鬟 一脸无奈地跟着 看到了我 露出甘大的微笑 宋小姐捧着糯米糕 得意急了 像急了昂首挺胸的小公鸡 抢到抢到了 带给青竹妹妹尝唱 话音刚落 她就看到同样男装打扮的我 脸疼得红了 青山 你 你怎么来了 秀珠忍不住笑出了声 宋小姐才发现 我是青竹不是青山 毕竟我比哥哥矮了一些 她眼睛扑闪扑闪 充满了不可思议 她也惊诧于 我和兄长的相似 宋小姐在那个午后 和我瓜分了一种点心 吃得多滚圆 我看着她 觉得宋婉妹像连夜尖尖 出站凝结的露珠 剔透晶莹 而安平尧 像柏云演映的月 清冷柔和 这样不同的人 哥哥是如何觉得相像 又是如何去爱的呢 哥哥成婚那日 排场极大 给宋家的聘礼 站了一条长街 许府张灯结彩 喜气洋洋 宋小姐的嫁 一倾注了一百多位秀娘的心血 赶至了一个月 精美异常 金丝缠缠勾勒出祥云满天 每走一步 流光一彩 哥哥意气风发 公愁交错间 我似乎看到了 安牧阳的身影一闪而过 我立刻追赶那身影 怕她惹出什么麻烦 在后院 她停下脚步 你来干嘛 我语气并不和善 她穿着帮工的 衣服 头发也乱糟糟的 脸上还带着泪痕 没有 我不是来捣乱的 她拼命摇头 我只是想来看看 姐姐想象中的婚礼是什么样 安牧阳告诉我 哥哥以前允诺过 等她和姐姐成婚时 要给满满一条街的聘礼 要给她最美的嫁衣 清竹姐姐 我提安姐姐看过了 嫁衣 确实好看 轰 外面放起了烟火 杯盏碰撞 大家都在相互说些 吉祥祝福的话语 而安牧阳的愿景 都安葬在那个土坑 清竹 是娘亲的声音 她唤我去看看 今日出席的才俊 我在屏风后 百无聊赖地瞧着 目光直指锁定 一青涩一山的男子 他似乎是有所察觉 转身朝我摇摇举杯 挺拔如松 清风朗月 儒雅俊逸 像画中的人物一般 那个就是炭花狼 祝燕青 母亲看我只顾丁的那处 忍不住调笑我 可相中 母亲刨根究底 我看着周围喝酒喝得 面红耳赤的青年才子们 心中叹了口气 差不多吧 我退回了屏风后面 脑子里却全是 炭花狼戏长的丹凤眼 最先格就是住家的产业 母亲打探过了 商家有钱无权 衣食无忧又好拿捏 他心里是满意的 我本来并无什么多余的想法 但听闻他是最先格的少东家 我突然就对这亲事 提不出一点意见 最先格 美食如云 谁能拒绝的了 宋小姐听说了此事 也开心得不得了 因为他是鼎鼎贪吃的馋猫 他人好吗 他追着我问 拽着我的 衣袖晃来晃去 耳边的珍珠也荡来荡去 哥哥刚给他寻来的南海珍珠 色泽亮白 浑然天成 价格不菲 好 其实我哪里知道好不好 长得倒是好 有你哥哥好吗 他如今已经输了妇人的发迹 却依旧一副天真情态 成婚后本就圆润的娃娃脸 又丰润了一些 像极了耳边的珍珠 他的世界很简单 你对我好 我就对你好 猪趟花在最先楼举办了全桃宴 我们都好奇 桃子能做出什么花样 楼里都用了绢纱 做成的桃花布置 心巧极了 室内还设了流水小曲 小船晃荡于旗上 我们挑了小船中的位置 宋小姐吵着要哥哥陪 哥哥只好告了半天假 赶来的时候还穿着巢服 风尘仆仆 你看我又给你带了什么 他刮了刮宋小姐的鼻子 从背后掏出一个精巧的短刃 未开刃 香油五色宝石 挂着和田玉串 尾部带着细碎的流苏 真好看 宋小姐娇笑着扑倒在哥哥怀里 捧着短刃爱不释手 哥哥真偏心 我看着笑作一团的他们夫妻二人 忍不住严余 哥哥以往与我很亲密 自从扫扫的事情后 他有些不敢面对我 就好像不敢面对扫扫一样 就像此刻 他不知道我是怪他不偏心我 还是怪他不偏心安平遥 他愣了一瞬 也揉了揉我的头 让我去承熙的铺子里 打一把自己喜欢的 报他的名字 宋小姐也不知道 为什么气氛就冷了下来 他以为是哥哥没给我带礼物 我难过了 急忙允诺 等会他带我去挑 喜欢什么买什么 天上的星星也摘下来给我 猪探花给我们包间开了后门 桃子宴里所有的吃食 都给我们上了一份 他还带了桃子酿 我没喝过桃子酿的酒 忍不住多饮了几杯 许是小船晃荡 我也有些迷蒙 猪探花清润的嗓音 在我耳边像潺潺的流水 潮润润的 听得我耳朵痒痒 莫滩杯 这酒虽甜 但依醉人 他不敢直视我 只轻轻侧接过我手中的杯盏 小心注意 不碰到我的手指 他额头起了细细小小的薄汗 估计是紧张坏了 这个婚事 也许真的还不错 全讨厌 怕不是请我入瓮 我自小就爱吃桃 我等着探花上门提亲 等着去醉仙楼 当一个闲散老板娘 猪探花也常常送些好东西来 但不见我 送到了就一步三回头的走 又想见我 又怕冒犯了我 我也和娘亲学着秀起了我的架 一 娘亲的手巧 做姑娘的时候 什么秀娘都比不过 哥哥难得下了潮 没去陪送小姐 细客呀 今天知道来看看小妹 以后嫁出去 你想见都难咯 娘亲忙给她倒了一杯茶 探花今日里 才送来的顶顶好的白肩 她却欲说还休 卡在这里 盯着我看 怎么了 我觉得疑惑 清竹 嗯 我手里还在绕着线 你可愿入宫 母亲手里的针一顿 鸳鸯的针脚落歪 哥哥问出来了 就不是我愿不愿意了 估计是得上面的消息 提前智慧我一声罢了 我们一大家子彻夜无眠 父亲虽然希望我嫁个全市之家 但他也是万不愿意让我入宫的 宋小姐更是抽抽叶叶 和兄长发起了脾气 怎么你去一趟宫里 小妹就要嫁给皇帝了 爹爹说宫里的人最坏 小妹被欺负怎么办 哥哥也没办法 君是君 臣是臣 我也搞不懂这皇帝 一年之前还为左姑娘扒我的裤子 现在怎么又对我这个体弱多病的 徐家女感了兴趣 哎 罢了 爹 娘 把诸公子送来的那些玩意儿 退回去吧 第二日 圣旨就传到了徐府 徐家清竹 端详会智 堪为贵妃 以招贤德 徐氏 秉姓柔家 持公书肾 克尽敬慎 敬上小心恭敬 御下宽厚平和 交亭之礼教为贤 堪为女子典范 金册为正义品贵妃 为三妃之首 受金册金印 亲此 我吃了一惊 但还是收敛了神色 接了旨意 我娘亲眼睛珠子都要瞪出来 从我手中接过圣旨 一字一句 又细细读了一遍 砸吧砸吧嘴 还回不过位 一入宫就当贵妃 这真是 前所未有啊 爹爹忧心忡忡 眉头挤出了好几道沟壑 青山 这是为何呀 实在想不出所以然 她转头看向哥哥 哥哥也一脸茫然 只有宋小姐还在抹着泪 宋小姐真是水作的女子了 一茶一茶的泪珠滚滚而下 我突然觉得 不尽长江滚滚来形容她的泪花 倒是很贴切 哥哥拍了拍她的背 她却又干呕起来 一大家子又赶紧安抚她 又急哄哄地去请大夫 宋小姐怀孕了 是了 孕妇醉意多愁善感 我拉了拉哥哥 示意他和我出来一趟 亭中的月色角角 树影参差 晚风拂过 宛落水中早兴随波摇曳 我和兄长相识两久 一切尽在不言中 她叹了口气 我知道的 兄长 真心难得 莫要辜负 宋小姐单纯 这颗心再碎 兄长还不起 或者说 她从来都还不起 安牧羊替我去上炷香吧 我看着树后的小小阴影 名为牧羊 却永远躲在阴暗之处 又有几片落叶 扑速速落下 飞出几只叽叽喳喳喳的鸟 我踏上 这奢靡的不碾 功灵作响 摇摇晃晃地驶向深宫 我被人领到了儒惠宫 一进殿门 就听见皇帝欠扁的声音 这声音我听见就烦 以往 我们每日都要大潮三百回合 青山兄 别来无恙啊 她一双桃花眼 流光溢彩 唇角微钩 极高大的身形 投出阴影将我笼罩 我感觉我活像个龙中鸟 重振雄丰否 她笑得很开心 她估计早就知道了 我是徐青竹 纯粹拿我开心 图个乐子罢了 陛下可真是爱笑啊 一个没忍住 我阴阳怪气了出来 她突然不笑了 我心里慌了 正想着 要不也学别人说说 皇上饶命 青竹 我是不爱笑的 但想到你 我会笑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 油腻话给惊到了 起了一身气皮疙瘩 皇帝与我 似乎并无特别的交集 左姑娘现在是左会飞了 形势还是那么放荡不羁 抱着一只猪来拜见我 她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遍 果然是你 亏我还真以为你被淹了 然后又阴阴一拜 只听见那只猪 发出了喵嗷的声音 挣扎着落了地 原来是一只肥猫 她飙肥体员 晃动着身上的肥肉 大摇大摆地 在我店里就打量起来 会摸花牌吗 她从我桌上掏出一把瓜子 就开始往嘴里塞 还未等我作答 她就惨叫出声 哎呦 这是金瓜子 我说磕不动呢 不会 我喊人给她倒杯茶 她文言又哀嚎了一声 皇宫之大 摸花牌却凑不起人 以为我是个有趣的 没想到还是个没意思的 她闲得把自己宫里的活物 都喂成了猪 积压鹅像长脚的球 皇帝不常去看你吗 不是说皇帝对左会飞情根深重吗 傻子 皇帝是没有心的 她点了点我的脑袋 皇帝痴情的样子 不过是哄我父亲罢了 这不 心甘情愿地把我送进宫 她说她也认了 兵权在她父亲手里 她就只能被关进皇宫 不过皇帝还算有点良心 长得也不赖 她别无所求 皇帝翻了我的牌子 我们两个尴尬躺在一张床上 鸦雀无声 我看着她僵硬的睡姿 心里一直在想 我和我哥这么像 她会不会觉得 旁边躺的是我哥 那个 陛下 还睡吗 我真的困了 不知道皇帝的想法 皇帝长臂一揽 就将我勾到怀里 我溶进一片凌冽的乌木香气 她的长发 丝丝缕缕滑落在我脖梗 缠缠绕绕 她真是烫得吓人 我有些紧张地靠着她 她高挺地鼻梁与我相抵 我们的呼吸也纠缠在一处 我感到有些难以喘气 莫不是她把我的空气都抢走了 她看到我透红的脸 又笑了 拿起我的手 顺着她的喉结往下抚摸 锁骨 胸肌 结实的腹部 她根本没系什么腰带 羞得我滚下了床 她也钻出被窝 将我打横抱起 喝交杯酒吗 她问我 这是事情的规矩吗 我疑惑 不 这是成亲的规矩 她最终还是没碰我 可能我确实 太像哥哥了吧 第二日 我懒惰无力 左慧妃下午才来寻我 还给我带了一封家书 主笔是宋小姐 全是些细小的事情 譬如吃了什么 今日的云像什么形状 新的末尾 还有些父母的嘱托 我看着心里的叙叙叨叨 哑然失笑 左慧妃很爱看 她觉得宋小姐 总能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朝气四夷 她总能发现 平凡中细小的美好 这是很难得的 是啊 是很难的 左慧妃说 皇帝很难见 但是皇帝天天围着我转 还要找机会和我拌嘴 她说 每当我机里呱啦的时候 她才感觉周围有点生气 她工作未免也有些太刻苦 常常挑灯夜战 彻夜不眠 每到这时 她就让我和她说说话 我困得T四横流 头重脚轻 当妃子也太苦了 我也想睡个暗声觉呀 看着她又在批阅奏折 我打好几个哈欠 徐清竹 你醒醒 她的声音有远极近 带着点焦急 我一睁眼 发现自己的口水 已经滴到了奏折上 晕出一小片墨团 我脑子顿时就清醒了 心虚地看着她 完了 重不重要啊 不会要砍头吧 她看了看奏折 又开始调侃我 你倒是聪明 后宫不得干正 你用口水干正 编赛最近不太平 你兄长自请钱吗 你说我同不同意 她一个上书去编官干嘛 我心里一紧 原来这是兄长的奏折 清竹莫非不知道 你兄长 现是兵部上书 她去了 宋小姐怎么办 还大着肚子 真是让人操心 我忙让人传个口信给徐福 爹娘说 上次兄长外出 救了个少年 不知说了些什么 回来就失魂落魄 对宋小姐也冷淡了起来 我心中顿时生起无名火 那个少年定是安牧阳 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我要去见哥哥 问了明白 哥哥定了三日后离京 我和皇帝软磨硬泡 要去送一送 答应回来给他说个相声 他欣然应允 宋小姐也在人群中 有我爹娘搀扶 虽是孕妇 一张小脸去下巴尖尖 目光死死盯着兄长的脊背 泪水打着转 却不像以往流出来 晚眉 你身体可好 我掏出帕子 给他擦拭快要溢出来的眼泪 他的睫毛湿漉漉的 刮着我的指腹 你怪兄长吗 我忍不住问他 不怪 为国尽忠 男儿本色 他说完这句 眼里又蓄满了泪水 哎 巴山叶鱼掌秋迟 兄长走了 宋小姐像黏了的娇花 也不再去关注 吃了什么东西 云是什么形状 我想着 再去最先楼 给他买点糯米糕 他最爱吃 却看到了安牧羊 他长高了不少 变得棱角分明 可脸还是异样的白 他身后是祝燕青 在和他言辞激烈的说着什么 等他们说完 我悄悄跟着安牧羊 拦住了他 姐姐 我围着黑纱 看不清面容 他还是一眼看认出了我 他有些欣喜 姐 我帮你上过箱了 你和我兄长说了什么 我开门见山 他一愣 随即苦涩地笑了笑 能说什么呢 我只不过是看到了 你的心嫂嫂大着肚子 一脸天真烂漫 而我怀孕的姐姐上了断头台 她的心上人 冷眼旁观罢了 我脑子里的一根线 突然断裂 整个人失去了力气 贪坐在地 我想到那日告别 她幸福地依偎在兄长怀里 朝我招手 眉眼温柔 像是明月下的松坚山泉 她竟是怀了身孕 难道你兄长不该知道 她的第一个孩子 陪母亲上了断头台嘛 脸颊一片微凉 我竟然流了泪 我自小极少哭 像一口干涸的井 只有在雨季才能盛满泪水 嫂嫂 我泥男出声 安牧羊缓缓走近我 和我走吧 我带你走 我带你走吧 她一声一声 我没有亲人了 你做我的亲人吧 看着她赤红的双眼 忍不住后退 她似乎是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松开我的手 是啊 你是贵妃 你有亲人 你怎么和我走 我几乎是落荒而逃 因为我的一点善念 安牧羊将我当成了执念 她把所有的情感 都寄托在我身上 我有些慌了 殿下 你瞧 真心难得真心 权力 才是一切 一个这青 山的人引力于拐角处 细长的丹凤眼里满是鱿鱼 她直直地看着面前少年 赫然就是此前和安牧羊争执的朱燕青 你不报仇 就什么也得不到 还犹豫吗 清润的嗓音 此刻充满着诱饮 安牧羊恍惚的神情渐渐去交 恢复一片清明 她看着朱燕青 双眼一眯 嘴巴一脸 忽然爆发出一阵肆意大笑来 疯狂的笑声 夹杂着掩饰不住的苍凉 也是 我们安国灭了 再夺一个不就是了 你对我安姐姐倒是真心 但徐清竹 你不许动 她不该替她兄长还债 左慧妃早早就等在我宫里 清竹 我太寂寞了 积压鱼额我都养遍了 我想养的孩子 她躺在我的床榻上 无聊的翻看画本子 我想看着孩子长大 而不是像小猫一样发胖 长得比我还要高 她用手比划 我也想感受 我娘亲养我实的感受 我不想养孩子 我和我哥 一个没头没脑 一个没心没肺 我爹娘操碎了心 最近边境不太平 纷争不断 但相比战争来说 还算是小打小闹 哥哥时常有捷报传来 经个劝降了谁 明个打服了谁 后来突然有一支军队奋起反抗 甚至势头欲猛 据说领头的年岁不大 但是打起来不要命 而且极其凶残 颇有安朝那个建国皇帝的风范 并且这支军队武器精良 瓦匹丰富 不出几日 占领了邻国的武座城池 邻国的皇帝急匆匆向周围求助 周围的国家哪个不虎事单单 巴不得分一杯羹 看到他的求助 都持观望态度 你说我们该不该出兵 还是等着瓜分土地 皇帝看着我 我依旧是昏昏欲睡 如果是淳亡齿寒 我们就得打 不然助长他人气焰 危险的就是我们 而且我们近年来国泰民安 较为富足 小打小闹不伤身 防患于未然最为稳妥 我都怀疑他让我入宫 是想的我这个免费劳动力 提供无偿使用的大脑 明晚我去看看左慧妃 你不必等我 他放下奏折 我知道 这仗他想打 他想让左将军出战 徐府来信 宋小姐生了个大胖小子 足足八斤八两 是个吉利数字 杨亲还说等 宋小姐出了月子就来看我 把娃娃也抱来看看 让我给他选个名字 哥哥不在家 宋小姐拿不定主意 还没等我见到孩子 我就知道一件噩耗 哥哥被擒了 他为救山民 却落入了圈套 我这才意识到 敌军声东击西打了半天邻国 原来目的在我们 难怪之前邻国求救 周围无一人出兵 怕事都勾搭好了 敌军的将领在城前叫唤 徐尚书的妻子 刚淡下铃 以子换腹 可饶徐青山一命 既然他允诺 绝不会振前失信 宋小姐月子都没出 就递了拜铁求剑 他更受削了 再不向清晨的招路 参见娘娘 娘娘如意安康 她眼眸乌沉沉的 嘴唇也透着白 身上还带着窗外北风的寒气 疏离而客套 怀里的婴儿粉雕玉琢 扎巴着嘴 睡得安详 我看着他偏头露出的 小半张皎洁的侧脸 一簇睫毛浓密的横斜出来 你可知道安平遥 他睫毛颤了颤 他知道 他还知道我兄长 因为相似的门眼爱上他 又因为心怀 对安平遥的愧疚远离他 他统统知道了 嫂嫂 我知道你的选择 这也是兄长的选择 他漆黑的眸子 漠然闪现出微光 又要哭了 我习惯性掏出手帕 他摆摆手 抱起孩子 转身出门 出门前 他又顿了顿 终于还是抬起头看向我 杨酿 这是你第一次 喊我嫂嫂 清竹 这是你第一次 喊我嫂嫂 宋小姐抱着孩子 一步一步走向城门处 军起烈烈 将士们让开一条道 我兄长被绳索束缚于高台之上 却板板正正 微微汗手 漆黑如墨的发丝粘着血 附着在脊背之上 为首的将领 带着一张宁面具 无情地嘲弄我兄长 还用质子换命 兄长看见宋小姐 浅褐色的眸子里 情愫一闪而过 青山 给孩子取个名字吧 宋小姐抱着孩子 送到兄长面前 孩子发出嘹亮的音题 在辽阔的天地里回荡 叫燕青吧 带孩子回去吧 晚眉 这里风大 兄长眉目舒展 舒朗秀雅 此刻真宛如烟雨迷蒙里的青山 不疾不徐 真可惜 不能抱抱他 我们都知道结局 兄长早已放下自己这条命 突然 兄长的笑宁在嘴角 晚眉 动手吧 他看向宋小姐的袖子 又留恋的 扫过孩童的脸 寒光一闪 指一瞬 兄长的身体就不再温热 晚眉的手 沾满了鲜艳的红 兄长送给他的匕首开了刃 扎在他的胸前 晚眉亲手 给了兄长最后的体面 我不知如何面对 这有我血脉相亲的人 哥哥爱天下 却总不能好好爱自己的爱人 也不能好好爱自己 从此以往 世上只有我一个徐青竹 再无徐青山 有一滴什么东西落下了 先是一颗两颗 后来变为许多条河流 青竹 他很疼吧 他双手捂着脸蹲下去 那瘦弱的脊背 无声地抽搐起来 泪水顺着指缝无声滑落 远处围首的男子 拿下猙獰的面具 挑衅似的看着我 果然是暗牧羊 他黑眸涌动着 里面像是巨兽 要把我吞没 他成长了不少 像一匹野心勃勃的狼 母亲收拾了哥哥院里的东西 一把火烧了干净 他说 哥哥又可怜又可恨 为了黄命 伤了自己的爱人 又不肯放过自己 周边的小国联盟 皇帝也有些忌惮了 左将军奉旨出征 虽宝刀未老 但也是年纪大了 有些力不从心 皇帝一咬牙 决定御驾亲征 朝臣劝阻 因为皇帝上没有子嗣 但是皇帝还是去了 他说左运年有孕了 如果他回不来 就辅佐左会妃 直至皇子诞生 有左会妃垂帘听证 没人好说些什么 左会妃的父亲战功赫赫 更何况他腹中还有了胎儿 我觉得有些奇怪 为什么我参与许多人的人生 自己却像个局外人 总会非这些天类坏了 他说不该抱怨之前太闲了 他每天坐在帘子后面 听着百官叽叽喳喳 真是头疼万分 你辛苦了 有孕本就辛苦 我想着他怀孕了 心疼的看着他 我怀孕个屁 他毫无形象的瘫坐在一旁 顺手抓起葡萄 皇帝的笨主意 要是他回不来 我可就倒霉 为什么不用我当借口呢 我帮他取下发官 傻子 你哪有我背景印的 我爹是长兵权的 别人奈何不了我 而且他不想把你扯进来 他还说 如果他回不来 就放你出宫 你看他多狠 考虑你的未来 把我放着当苦力 左慧妃好像很爱说话 他独自已在一旁 烛火明灭 噼里啪啦 你在担心 我看着他 心中笃定 怎么看出来的 他一个眼波扫过来 有些惊讶 怎么看出来的 左慧妃以前懒得一塌糊涂 息字如今 如今这么勤勤恳恳 滔滔不绝 能是为了谁 他心里不安 怕皇帝真的回不来 如果女儿不喜欢 你左将军的性子 怎肯把女儿送进来 没想到左姑娘马马虎虎 这么久 才认清自己的情感 皇帝毕竟也是马背上出来的 骁勇善战 和安牧阳打得难舍难分 祝燕青是皇商 连通几个国家的商路 富可敌国 他爱慕安平遥 之前靠近我是想为安嫂嫂报仇 但他没想到我入了宫 还救了安牧阳 他就又穿多安牧阳报仇 他真金白银地供着军队 谁知道打了这么久 钱财向流水 适者如私服 不舍昼夜 他突然有些心疼 奈何安牧阳的军队规模已经成了 他还摆脱不了 但他又发现新商机 让王公贵族下赌注 看谁能赢 联盟的小国退出了一个又一个 只剩下皇帝和安牧阳 你来我往 乐此不疲 终于有一天 两方终于休战了 这场战争持续得太久 实在耗民伤财 二人瓜分了落败小国的土地 安牧阳自立为王 国号平阳 这场赌局无胜无负 朱燕青赚得盆满钵满 但是皇帝和安牧阳 想着法子 加重了朱燕青名下商户的税收 几国格局达到诡异的平衡 纷纷扰扰 最终都被利益左右 我每天都帮左回飞网 衣服里塞枕头 已经九个多月了 再拖下去 真要瞒不住了 他倒是心大 他说院子里那么多猫啊狗的 到时候随便抓一只 就说生了怪胎 呸呸呸 惆怅的是 左回飞不用提心吊胆 可以继续偷懒了 惆怅的是我不能随心所欲 睡到日上三单了 也不知道 皇帝是怎么处理怀孕这件事的 但是左回飞晋升了 如今也是会贵飞了 左将军经过此战 也交了兵权 自请告老还乡 当一个山间闲人 皇帝百般挽留 还是收了兵权 赏了左将军 一个不痛不痒的爵位 他第二次翻了我的牌子 只不过吃了晚膳 和我大眼瞪小眼 临门一脚时 他又停下了 他问我 是侍寝还是出宫 如果侍寝 此次过后 我就是皇后 如果出宫 他也不会阻拦 我想到了安平遥 想到了宋婉梅 爱和自由 为什么要相互矛盾呢 我选了出宫 徐贵飞病重离世 香消欲允 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毕竟徐清竹还是徐小姐时 就体弱多病 我坐着一个小小的马车 被悄悄送出宫门 缠名震震 挖声片片 我心里却宁静一片 再过半个时辰 我就到家了 宋小姐说 燕青现在白白胖胖 牙牙血语 可爱得很 燕青叫宋燕青 和宋小姐性 这是只属于 宋小姐一个人的孩子 父亲母亲 把半数家产给了宋小姐 和左将军 一到游山碗水去了 走的时候还说 儿孙自有儿孙福 没有儿孙我想福 祝燕青和宋小姐 也熟悉起来 说来也巧 燕青燕青 实在容易听错 马蹄声戛然而止 一只修长的手 先开马车的帘子 我透过掀开的帘子 看见随行的车夫和兵士 都七倒八歪 姐姐 那双黑夜之中 犹如星辰的眸子 熠熠生辉 她微微俯身 满眼欣喜 她的发丝带着露水 仿佛等我许久 手里还捏着一捧路边的野花 安牧羊 我看她手里有些粘垂的花 脑子里想的是 宋小姐包的什么饺子 宋燕青白白胖胖 到底有多胖 她小心搀扶我下马车 看着她宽阔的脊背 我猛然发觉 不知不觉间 她早已不是温泉里 那个湿漉漉的少年了 我扶她炽热的怀里 心中却冰冷 我夜半出宫 仅有宋婉没一人得知 为何安牧羊能在此守住带兔 往日如走马观花 一一浮现 丝丝缕缕绕 织成一团乱麻 宋小姐的脸 安平遥相似的脸 在我脑海中重合交叠 反反复复 电光火石之间 一个想法在我脑海中生出 我俯上安牧羊的脸 手克制不住 微微颤抖 你们姊妹姐弟三人 如今真真是天的一方 我壮丝无意 她握住我的手 细细妈撒 似有所感 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 猛然她睁大眼睛 惊讶地看着我 我的手被捏得疼痛 我了然 随即改口 说错了 是二人天的一方 她别过头 不再看我 仿佛我真的是口误一般 一到平阳 我就长病不起 梦眼不断 梦里是兄长临别的淡然一笑 兄长早就知道了 她给孩子取名艳青 我燕青 燕青 祝燕青怕是爱的 从来就不是安平遥 而是宋婉梅吧 不 应该是安婉梅 为什么她和安平遥如此相似 这真的是巧合吗 为什么安平遥一死 兄长就遇到宋婉梅 为什么祝燕青 实时出现在我身边 我们定亲时 我入了宫 为什么安牧阳孤身一人 可壮大到如此 仅仅因为祝燕青的万贯家财 她在利用我兄长 对安平遥的情谊 只怕他们的根 早已扎在北厢肺腑 思绪渐渐清明 我一睁眼 心中百转千回 最后一个问题 安平遥的死 到底是不是我兄长所为 她的死 难道也是宋小姐苦心孤意 层层不举的一环 北厢死了个徐贵妃 平遥多了个徐夫人 徐夫人 亏得安牧阳大费周章 把我抢过来 但我病了这些天 安牧阳 义不解怠 亲自在我身侧照顾我 倒显得心意十足 我已在床头 想不透她的所作所为 真是爱我吗 因何而起 爱怎么那么草率 为何待我这么好 是想替平遥报仇吗 让我爱上你 再杀了我 我撑起身体 蓝蓝已在床边 眼睛就那么直直瞅着她 她顿时手忙脚乱 勺子都反放在碗里 用勺子饼咬汤给我喝 撒了一手 我当然知道她不是这么想的 毕竟当初她哭喊着 不想报仇 只求我陪伴 与我离开 清竹 你我之间 从来与他人无关 她湿漉漉的手捧着碗 清竹 你也别把我与他人作比好不好 我怎么回答呢 我们二人往西带刺 带着刺拥抱 只会更疼 我从来没真心爱过谁 只想着安稳度日 浑水摸鱼 日子过好了 爱不爱得重要吗 安牧阳 为什么非要爱才能存活 清晨传来消息 在二国边境的小庙里 外出治水的宋相国 发现了左将军的尸体 左慧妃的父亲 一生龙马 死的时候 周身残垣断壁 杂草丛生 尸体腐败 以路森森白骨 所有线索都指向安牧阳的军队 因为残留的白骨破损处 呈现不规则的尺壮 是安牧阳军队特有的尺刀 我心下不由担心起 我云游在外的父母 安牧阳一直未解释 似是有所顾虑 皇帝久等不到安牧阳回复 气急 跑出了安平遥的尸骨曝晒 我愤怒至极 又有些惊讶 原来皇帝一直都知道 安平遥的尸骨葬在哪里 对我们的无伤大雅的所作所为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又见到了朱燕青 徐夫人 好久不见 她笑着 心情很好 身后还跟着一头带斗笠之人 他们进了安牧阳的书房 从白天到黑夜 貌似争吵不断 我侧耳细听 吵的都是些废话 明显是要防着阁墙的耳朵 我看着乌云压成 风雨欲来 转身离去 这天要变 有些事不能再拖 徐小姐等等 要下雨了 带一把伞吧 朱燕青有些不履匆忙 递给我一把伞 看着伞面上烟雨迷蒙的青衫 我鬼使神差接了下来 多谢 朱燕青出了宫 她是个大商人 哪里都有她的产业 这斗笠之人住在了行宫 我悄悄潜入 我躲在花丛中 任于谁打湿 你 谁 一道奶声奶气的声音响起 她举着一个硕大的叶子 蹒山靠近我 这个孩童长着与我兄长极为相似的脸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拐角 燕青 不是说了等等娘亲 我抱着燕青 与她相识 好久不见 宋小姐 清竹 喝点热茶 她殷勤照顾我 还说是安牧羊想给我个惊喜 才会将他们母子二人接来 那天你究竟包的什么馅饺子 还是根本没包 知道我反正回不去了 嗯 安小姐 我根本没给她回答的机会 我迫切地想知道一些事情 我想知道心里这把剑 该指向谁 安平遥并无谋逆之心 究竟是给谁当了替罪羊 安小姐 你心里清楚 安平遥的死 到底是谁造成的 我早就看到窗外的黑影 想必是出来寻我的安牧羊 宋小姐抿了口茶 不过是我弟弟羊的小玩意儿 想的还挺多 突然 她靠近我 在我耳边一字一顿 极其细微又清晰 安平遥的死 好用极了 确实好用 一时二鸟 毁了徐家 激发安牧羊的仇恨 催生安牧羊的野心 安牧羊现在就是她一手 打造出来的狼崽子 我抬手 打了她一巴掌 她面上指印鲜红 房门应声而动 安牧羊阔步走来 拉住我还未放下的手 宋小姐挑衅看着我 仿佛在告诉我 绵绵情义 也比不过骨肉至亲 厌倾下哭了 迈着小短腿过来 不住捶打我的小腿 仿佛是在气我打了娘亲 我挑眉看向安牧羊 她看着眉眼冷峻的我 嘴角还莫名的一弯 轻竹 手疼嘛 她看向我同样赤红的掌心 拉开我与宋小姐的距离 长姐 轻竹年幼 海涵 比我还小几岁的安牧羊脸 不红心不跳 宋小姐瞪了我一眼 我还低估你了 没想到我的好弟弟 还是个大情种 安牧羊虽说没听见宋小姐说的话 但对于我的责问表现得太过平淡 要么她早就知晓 要么她自有安排 夜深怒重 她带着一身清冷拥住了我 她还着我 亲吻我的耳垂 她的嘴唇很冷 吻得我一身战力 告诉我实话吧 我转身 四目相接 细微的气氛 在两人之间蔓延 她的脸又是一片红 轻竹 她呢喃 我们确实是姐弟三人 送向受我父皇恩泽 她有意收养我们三人 培育我们 兴富前朝 平淡姐姐与我无追民逐利之心 回归山野 当了土匪 她将头埋在我井间 长姐不满 我们懦弱 与我们分道扬镳 后来平淡姐姐离世 长姐苦心孤意 用多年不属助我复仇 她娓娓道来 你是否已经知晓 我兄长并不是告密之人 我直接看着她感人肺腑的眼说 戳破这层纸 她不动弹 两久 发出低笑 手也不老实 穿过我的 衣襟游走 她鼻腔中溢出的情欲 越来越浓烈 像是越界的警告 我家青竹 真是聪慧 她手指划过我胸前的柔软 在顶端挑逗 妈撒着欲望的边缘 我在你兄长大婚那日 就知道是宋婉梅告了密 我心里不甘 就找了时间告诉了你兄长 她禁锢住我 俯身满意地欣赏我的疑惑的神情 谁知你兄长竟然自请出征 并没有为难宋婉梅 她不是爱上宋婉梅 她一心求死 我了然 兄长转嫁了一腔热忱 到头来发现一步错 不不错 再无法挽回 在我看来 落弱至极 用死来躲避 清竹 你可知她为什么扶持我 为什么呢 当然是因为安牧阳是唯一的男丁 宋婉梅有野心 有手段 有金钱 有兵马 独独缺了名正言顺即位的由头 就因为她是女子 所以她不择手段逼迫安牧阳 借助安牧阳的名头起兵 她想让你当个傀儡皇帝 她想让安牧阳当傀儡皇帝 自己掌权 再把我这么个小玩意儿 赏给安牧阳把玩 聪明 清竹 我的老底都透给你了 我明当是夫妻了吧 她一斤松散 从胸膛到腰腹一望无遗 今夜 我不放过你 我看着她起伏的胸膛 伸出银白的脚 轻轻勾住她的腰 稳住她的唇 安牧阳 我来教你 如何做皇帝 月色融融 竹影摇曳 她好似不知疲倦 不给我停歇的机会 把我拽进一片又一片沼泽 脚上的细灵响了一夜 我死死抓住她的肩 留下不少鲜艳的划痕 她却很开心 清竹 我今日上朝都不想穿 衣服了 她紧紧贴着我 露出满足的窥探 仿佛这些修人的红痕 是勋章一样 随你 我嫌弃她烫得吓人 一直往旁边钻 我挪一下 她挪一下 一步留神 我已悬空 她赶忙大手一搂 我们两个一起跌落在地 两具赤裸的身体相贴 殿下 该上朝了 门外的工人 打断着起立的氛围 燕青与我兄长 简直一模一样 想必是我兄长的骨血 那为何取名燕青 与燕青谐音 我仔细端向着 祝燕青给我的伞 整把伞精巧无比 唯独伞柄处有些粗糙 我细细抚摸 突然发现 伞面青山上 长着几层青竹 顺着山的羊面排列 我按照竹声掌的方向 扭动伞柄 咔搭散柄脱离 我从中抽出几张纸来 上面的字迹 赫然是我兄长 兄长曾经向朱燕青 购买过死尸百人 落款时间 是安平遥行星前一日 原来啊 原来兄长他 早就抱着不成功变成人 背负与前朝余孽勾结的骂名 想去拯救安遥 原来他 不曾软弱 那摆明死尸 为何没出现 嫂嫂 我的好嫂嫂 安平遥致死都以为 是他的爱人背叛了他 如何瞑目 我抢过一匹马 策立奔驰 这马就是皇宫里的玩物 身形矮小 跑得不快 但足以让我追上城门口 朱燕青 那摆明死尸哪里去了 我一手扬鞭 发丝飘飞 将手中的伞丢向他 朱燕青接过伞 行星前一日 死尸已经提前行动 他自己拒绝离开牢狱 为何 叛逆徐家勾结叛党 满门抄斩 一臭万年 他知你兄长心意 足以 他站在硕大的城门前 阳光洒在他的眉梢 心事浮沉 终于淹没于细长的眉眼之中 转身离去 我的背后 公鹅提群赶来 他们呼喊些什么 我已经听不清 朱燕青说他是商人 一颗心是可以分割的 报恩与求利 他告诉完一些真相 还了安平瑶与我兄长曾经的恩惠 再往后 我们就到不同 不相为谋了 安牧阳还穿着巢服 同样骑着宫里的小马 看起来有点滑稽 他的脚都要拖到地上 轻竹 他焦急万分 额前的猪串打着脸颊两侧 你别乱跑 他翻身下马 走来牵着我的马的缰绳 走 我让厨房做了你爱吃的菜 最近要打仗了 左将军是宋婉梅杀的 逼安牧阳背下这口锅 安牧阳还未全部吞下宋婉梅的势力 不能轻举妄动 此举太过危险 只能硬着头皮打仗嘛 他点点头 安牧阳 从现在开始 你只需要坐不下心中的好皇帝 收拢势力 我随手给他家里一块鸡屁股 真的要吃掉吗 他抬头 对 大丈夫要能屈能伸 喜怒不行于色 我又给他加了一块 好事成双 加油 战争又开始了 安牧阳此次骁勇异常 以往的他勇猛有余 质眸不足 显得太过青涩 像一颗蒙尘的珍珠 这孩子确实脑子不太好使 不过 我已经将这颗珍珠擦亮 他带着军队一往直前 连破三成 势如破竹 平阳众将领 一步一步被这位少年帝王所折服 我立于窗前 听着捷报频发 一只圆滚滚的鸽子 停在了窗台边 朝我摇头晃脑 我喂了一把小米 伸手拿下他脚上绑着的细小竹节 抽出一小团纸 宋婉梅还真有点本事 在北乡的细枝末节安插人手 不过 惠贵妃也不赖 真不愧是我的好姐妹 包丝抽茧 跟着宋婉梅知道了我的踪迹 也多亏了他爱养动物 没有这只如此圆滚滚的鸽子 我还真联系不了他 我又将一幅手绘的地图塞了进去 将鸽子放飞 安牧阳一路打到了北乡的皇城 横曲直入 所向披靡 军队士气高涨 皇帝亲自出门与安牧阳交战 受伤而归 城门将破 宋婉梅今日龙装盛世了一番 一席红 一登上城门 向城门上绽放的一朵红梅 俯瞰城外的平阳兵士 等这一刻 他等了太久 朱燕青动手 他烟红的嘴唇微微颤动 朱燕青一声令下 无数甲昼之势 从他的商铺涌出 离音外合 打开城门 安牧阳带着一部分精锐 与宋婉梅会合 宋婉梅一步一步向他走近 脚步很慢 裙摆纹丝不动 谋身如潭 这天下 就是你我二人的了 他目光灼灼 拥抱安牧阳 突然 他的袖口寒光一闪 匕首扎向安牧阳的胸口 现在 是我的 辛苦你了 弟弟 安牧阳捂住胸口 轰然倒地 满眼不可置信 为何 我不想留着一个掌控不了的人 燕青即位 我当个垂帘的太后不是更好 她语气温柔 说出来的话 却像脆了毒 义父 速将我的燕青接来 她呼唤宋相国 却发现宋相国神情诡异 她一步一步从拐角走出 背后的左贵妃举着寒刃 原来还有个落网之鱼 宋婉梅早就 盼人绑住后宫众人 看到左慧年身旁无人 以为她在赋予顽抗 婉梅 我的女儿 宋相颤颤巍巍 她走向龙椅 屁腻着繁复的花纹 抚摸着 稳稳坐下 那你杀了她吧 她看着我如此 黄泉路上应该满足了 她冷冷看着面容枯稿的宋相 波澜不惊 未曾想 你如此六亲不认 倒真有做皇帝的前置 安阳缓缓起身 今早我刚让她穿上金丝卵甲 卸磨杀驴的事情 宋婉梅干得出来 她的亲信也意识到不对 乌梁之上悬下数位黑衣人 与她的亲信缠斗 她慌忙躲闪 向门外跑去 她的部下都在城门口 可攻门已毙 此时 朱燕青像拎小鸡似的 将我提了进来 朱燕青火急火燎 带着一堆人 从平阳的宫殿里 把我抓出来 想用我当个人质 我一路打着瞌睡 你怎么不怕 朱燕青一直拉着我 生怕我从马上摔下去 我白了她一眼 继续犯困 宋婉梅和朱燕青 以我为人质 逼迫我们放他们出门 还要安牧羊自吻 我一看到安牧羊这小子 就知道完蛋 安牧羊竟然真的在考虑 蠢货 我一个转身 直接靠上宋婉梅手中的剑 剑穿伸而过 鲜血倾泻而出 反正我要死了 还不拿下 我咬牙切齿 看向左慧年和安牧羊 安牧羊眼眶通红 提刀就干 随即我拔下金簪 快速扎向朱燕青 她一躲闪 被我扎到尖头 松开了近过我的手 我又是一个扫堂腿 把处插在身上的刀 一刀砍向她的腿 你说我为什么不怕 你说我为什么不怕 当年在朝堂上 我连脑袋都不要 对天对地 出门当使者 和外帮人吵得昏天黑地 口吐白沫 用脑袋碎大石 我命都可以不要 你说我为什么不怕 安牧羊忙扯下 衣服堵包我的伤口 把我抱住 不让我乱动 我正脱不了 看向左慧年 慧年 放狗 左慧年点头 口哨一吹 四面八方涌出几只肥胖的狗 他们用最快的速度挪动着 滴着口水 凶狠的嚎叫 然后趴在了左慧年脚边 全场静默 宋婉梅的部下忍君不禁 憋不住笑 突然 嘎嘎 一阵响彻云霄的鹅叫 让我虎去一阵 安牧羊 快躲起来 我慌忙拽住她 浩浩荡荡的白鹅大军 熊啾啾出现在我们的视野 无数脚谱 发出巴搭巴搭的声响 我永远也忘不了 被白鹅支配的恐惧 白鹅发起攻势 煽动着翅膀 蹦跳飞跃 卓人考古于无形 一时间 满屋子惨叫和纷飞的鹅毛 谁训练的鹅呀 卓人家命根子 安牧羊一阵后怕 皇帝哪里去了 安牧羊疑惑 我 在你皇宫里 安 嗯 我 我给的地图 为什么 都让你一直打到皇宫了 不得位与筹谋一下 防止你叛变 又到了两国签订盟约的时候 宋婉梅带着重伤的宋相逃走了 我们对外放出消息 本来平阳国即将战胜 关键时刻 宋婉梅丽薰心 导致功亏一篑 他原有的部下 一时间对他的所作所为 颇有怨言 安牧羊因此次战争 积攒了大量的威望 我和他一起去 把安平遥的事故带回了家 一把火 他的往昔就封存在一个桃罐中 只可惜 我兄长的尸身从未找到 怕是踏碎在铁蹄之下 我心里隐隐障痛 清竹 回家吧 安牧羊暗中筹备了丰厚大典 这次被我溜了去 我还偷走了安平遥的骨灰 皇帝问我要什么赏赐 我说 我想坐回徐青山 坐回徐尚书 他深深看了我一眼 朝我白白手 把禁卫军的玉牌丢给我 左慧年挺着运渡送我 看来皇帝与他 已经心无戒地 皇帝不曾碰我 一方面是联系我 一方面是心中装的左慧年 此前碍于左将军的兵权 与朝堂局势 他有意冷落左慧年 左慧年有些不舍 真不留下 不留下 那安牧阳就当我一赏贪欢 徐尚书是否出发剿匪 等候我多时的禁卫军朝我行礼 出发 我装好陶冠 荒风落日 旷野无声 唯有我马蹄飞快 安平遥 青山青竹 带你去看看这大好河山 全文完